节烨 業界又來的 撒堤 大學 我是港豪華台灣人民的 宗教既然敢攤規 今天很高興 港豪華民進黨努團 魯興哲 Después 高城秉教授 克社北社 臺灣人民法院促進會 臺北水蕩蕩聯儀會 姐妹聯儀會 我們的幹事長林志壤堂幹事長 以進議委員已經來到了 我們剛開始了,抱歉 剛開始了,剛開始了 很開心,我先簡單說一下 首先就是這邊的議員會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來發動這個 帝制法的複決公投 今天也是聯署的 不同的就是這個 帝制法複決公投的啟動 儀式啟動 那我們希望這個 用人民的力量來複決 也就是否決 立法院通過的這個 中國國民黨黨版的這個帝制法 那我們覺得民進黨的第一道防線 在立法院裡面因為少數 並沒有成功的鎖住 臺灣人民的利益 很多人在網路上質疑民進黨的 屍體找不到 因為這個只是第一道防線 我們的防線會繼續擴展 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道防線 就是透過公投這個複決的連署 來進行第二道連線 那第二道連線 我們期待會順利成功 那這樣子就不必找到屍體了 那很高興這個記者會的這個 這個點子 就是公投複決這個點子 是我們這個高成年教授 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那我們所有這些本土社團 就聯繫民進黨黨團 覺得這個點子是可以來執行 當然是很辛苦 因為第一階段的這個提案連署 要九萬 差不多九萬個公民的連署 那第二階段 成案的連署 大概要將近九十萬 所以我們會透過全民的努力 來展現人民的力量 把這個對人民權益損傷損害很大的 這種法案 用人民的力量直接把它擋下來 那我現在就先邀請這個高成年教授 跟大家說明這個公投複決 他這個整個邏輯 讓他說明一下 那我們再邀請民進黨黨團 我們今天幹事長還有圖刑者委員 都到場 那我們很高興這個民進黨黨團 跟本土社團有機會 共同來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點貢獻 我們高成年教授 謝謝 謝謝 謝謝蔡教授 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這個原來寫的文章的名稱叫做 保障首長人事權 互解地方制度 沒有那麼神來之筆 就是把帝制都放進去 不過我這篇文章投出去 投出去以後 那報社的這個記者編輯 比較這個這個比較shap 他覺得說這個名字改短一點會更有力 我也非常同意 那主要就是說我長期在推動這個公民投票 包括核四公投 舉個例子 我曾經寫過 你是否同意政府以台北縣共遼鄉 台電公司核能市場 宣建完工後 一計畫並聯運轉發電 這是我你的核四公投 然後ECFA的話 我是你說 你是否同意政府 以中國簽訂ECFA 那這個案子一樣 就是你是否同意 那本來我有寫政府執行 現在我把它改掉 就是你是否同意立法院幾夜幾日 通過的地方制度法修正案 這個題目本身非常簡短 然後明確 那目的就是少掉公投審議委員會那邊的爭議 像美牛案這一次就有一個什麼兩案併成這樣的爭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是否同意問句這樣的一個patent 是過去成案的六個公投法都是這樣 所以並不是我新創立的 那這個案子基本上跟美牛案有一點不太一樣 美牛案是正面表列 我這個等於是負面表列 所以你是否同意政府怎樣 那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案子 依現在的公投法 最後的一個投票門款50%的話 沒有出來投票的都叫做火絕 都叫做不同意 所以這個案子只要連署成功 就自動會不同意 除非國民黨又無此道去修改公投法 這是可能的 這是可能的 這一點我們要防止 那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這個案子一定被火絕 這是我這個案子 這樣寫的一個基本精神 這次很希望 大家能夠努力 讓這個案子 提案連署都成功 那我們看國民黨怎麼辦 好 謝謝 中國國民黨會因為這個案子修公投法 我們也樂觀齊成 我們本來就是要呼籲這個補證公投法 看它怎麼修 這個美坎如果能夠回復到一般的水準 那這個是沒有關係 對沒有關係 來我們先請這個民進黨黨團 立院黨團的幹事長李偉 來 好 大家 這個非常高興可以跟我們國社團 來作為參務 來作為 這後續地制法來相關的處理 那麼這個地制法的處理 事實上民進黨這個不只是黨團 中央黨部也做過相當的一個討論 那也做出部分的一些行動的決定 那麼第一個部分當然是包括視線 那這個視線的部分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突破這個視線的受理 現在國民黨以及我們相關的這個法制的一些規範 可能會讓視線有所處理 甚至連成案都會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努力中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很擔心在成案 視線成案之後 那麼以現在到灣會議的成員結構 是不是會做出一個公正 有利於台灣法治民主的一個決定出來 這個也是我們心中很大的一個所謂的不信任感是存在的 不信任現在的大法官會議的成員結構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必須要用這個途徑 那麼來反制國會的一個多數暴力 那麼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第二個部分 當然也有黨內的同志提出來說 是不是可以啟動像美牛案的公投 跟社會各界的一個合作 來用人民的力量來處理 那麼還沒有做成這個 這個全黨的一個行動決議之前 我們很高興能夠看到這麼多的民間的這些團體 都已經自發性的來發起這個所謂公投的一個連署的行動 所以民進黨黨中央也好 黨團我今天來是以黨團的這個幹部身份 那麼來這邊表達支持 那也表達 那也表達黨團跟社會各界要共同來反抗這種國民黨多數暴力 而且是違法表決的過程 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一個表決過程 那麼要來剝奪所謂首長的這個人事權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那至於剛剛蔡教授所說的找不到屍體 那這個部分蔡統領委因為人現在在美國 或許等他回來再報告屍體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願意見到有屍體 人民只要團結在一起 就可以守護這個防線 來 竹刑哲委員 那其實李竸一來了 我就代表立法院 蔡總統委員出國人叫我要來 就代表台灣聯合國誰進會 那我們以前 我做台灣交通聯合國大聯盟秘司長的時候 我們也有推動過台灣日聯的公投 蔡定輝叫做馬克勢我們的主委 所以這個今天很高興 很多的團體一起來推動這個 用公投來決定這個地住法 是不是應該屬性